2022年4月10号 今天早上我们又把昨天没做的这个核酸检测补上了 那今天早上的时候天气有点阴 但是也有阳光了 时有阳光 气温在27.5左右 那明天什么温度呢 明天要向30冲了 后天更有可能冲破30度 所以这两天温度是蛮高的 你看6号的时候气温只有25.2度 但是7、8、9、10这几天都是27度左右 所以温度是高起来了 想想大白们还是蛮辛苦的 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体感情热 然后这个空气非常的干燥 很多人的鼻子都干得有点出血了 所以你们要注意补水保湿 但是呢也要当心的是 两天之后气温又会来一个跳水 所以这个预寒的衣服千万不要丢 趁着这几天有太阳晒一晒 还是要挂在衣橱里面 升温之后一波冷空气即将到达 而且是非常大的打折 叫满30减15 12号随着北方冷空气赶来 夜里冷暖空气交会 阴有阵雨或雷雨 在冷空气作用之下 13号气温大跳水 最高温跌至14到17度 体感阴凉 偏北风4到5级 所以这个气温在春天啊 在这样一较暖 缓寒时 确实是蛮容易感冒的 对于你来讲 在这个天气里面 一定要注意 该脱脱 该穿 还得穿上